休长假之前恐怕要低调一点 先前有员工看不惯同事休假太多天 把他的座位整个用铝箔纸统统包了起来 让同事休完假回来看傻眼 你看看还有这么一个大胆的员工 竟然把老板的办公桌上 在电话啦键盘啦 看得到的所有东西统统都用红纸给包了起来 让整个办公桌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大红包袋 哇 什么事 说个拆回来怎么一切都变了个样 科技公司董事长一进门简直吓坏了 办公桌就像一个大红包袋 电脑键盘电话统统被红纸包了起来 上头还写着吉祥话好友过年气氛啊 老板老板别生气了 员工跟你开开玩笑的 比较闲钱用铝箔纸二稿同事的座位 这次只是改用红包纸而过程别具巧思 老板的印章 计算机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有把计算机给包起了 希望就是 当然就是所谓的年中发起了这个想法 这次是最高纪和复匙总的 你双鸡的瓶下来 这是俄一带的